日本大阪办事处处长苏启成去年9月亲身 日本NHK以失控的假新闻 如何造成驻日外交官亲身为题 制作专题报道调查事件经过 节目取得了苏处长家属的最新声明 内容希望政府媒体跟法律专家 应该从法律及制度层面上 重新思考如何应对网络上假讯息流窜的问题 防止不必要的社会混乱 或者是无辜的人名誉受损 节目引述湘明留言 对我国驻日代表处严厉批评 前驻日本大阪办事处长苏启成 去年因为舆论压力轻生 日本NHK以失控的假新闻 如何造成驻日外交官亲身为题 制作专题报道探讨外交官之死 去年9月强抬燕子昔日 导致关系机场大停摆 对外联络桥也被撞断 大批旅客受困机场怨神载道 当时有消息宣称 中国使馆派出巴士 到机场捷运受困旅客 让大阪办事处遭批办事不力 之后就传出外交官亲身的消息 而节目也取得苏启成家属的一份声明稿 内容呼吁台湾及日本政府当局 从制度及法律层面上 慎重思考如何妥善应对 网路上流窜的假新闻 防止不必要的社会混乱 或是无辜的人名誉受损 而日本专家也表示 大规模散播假新闻将造成社会混乱 建议立法规范 否则类似事件可能一再上演 综合报导